在埃及各地,从清真寺每天五次发出要求人们祷告的声音,到基督教的步道之声,宗教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。 对大多数人来说,信奉宗教永远不可被打破。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发现,埃及几乎90%的穆斯林认为,那些脱离伊斯兰教的人应当被打死。 这些男子,两名前伊斯兰教徒和两名前基督徒很清楚,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在埃及的风险。 但他们想要发出声音,并不是要反对宗教,而是要有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权利。 埃哈迈德侯赛因来自一个严厉的萨拉菲派穆斯林家庭。 他从十几岁起就产生了对宗教的怀疑,但他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告诉别人自己的这些想法。 我妈都崩溃了,这毫无疑问。 族长带侯赛因去看了心理医生。 医生说,他并不是精神有问题,只不过是个无神论者,但族长拒绝接受心理医生的诊断。 亚瑟尔族长坚持认为我是病了,得的是怀疑病,这是他说的,因为如果不这么说的话,我就得去死。 侯赛因所说的宗教法律,埃及并不把无神论者判罪,但法律禁止亵渎宗教,这其实是一回事。 关押网络无神论者让伊斯梅尔·穆罕默德开始关注这一问题,他对无神论了解的不多,但他认为关押无神论者是不公平的。 这只是开始,让我决定去了解不仅仅是无神论,还有其他的很多科学。 对米拉德·苏莱曼和艾曼·纳卡拉这两名前基督徒来说,这些问题也让他们开始思索。 互联网开辟了新的世界,让无神论者走到一起,他们感到自己孤立无援。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后几天,伊斯梅尔·穆罕默德还在埃及电视台上现身。 他遭到了主持人和打电话观众的嘲笑,但他能够上电视本身就是一种突破。 政治分析人士,常年人权活动人士卡塞姆说, 这个年轻的小伙子非常自信地证明自己是有道理的,这让我感到很吃惊。 我从没有想到过,我有生之年会看到这一幕。 但仍然有很多障碍需要克服,纳卡拉所在的一个无神论团体,呼吁新的宪法草案应该是不带宗教色彩的,这马上就遭到了拒绝。 宗教和政府应该是分离的,但需要大量的教育和大量的启蒙思想。 我认为这些都正在发生着。 这些男子还在向他人传播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普世权利,与此同时,埃及的无神论者仍在被关押之中。